好下面呢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LVS NAT实战案例环境设计 其中的TOP结构图 TOP结构图是这样的 我们的用户啊它可以是各种各样的设备 通过互联网经过路由设备到达我们的LVS LVS呢将有一个接口来处理它 这个接口呢它会是一个公有的IP 跟用户在同一个公网在之内知道吧 它们可以互通 那么将由LVS将数据包转给谁呢 转给我们的内网 在内网的时候呢是个COIP 而COIP在回复的时候有问题 COIP公网并不知道知道吗 这种包能出去它回不来 真的能出去OK 就像你写一封只有目的地址的一个封信 而不写寄信人这封信能不能发出去 能不能发能发我告诉你 就别人不知道回给谁懂吗 那么这封包啊还要被谁处理一次啊 再被LVS NAT设备处理一次把地址换掉 然后转给用户 下面的四个数字呢其实就告诉你们 原IP 10.1841.210 目标IP 10.1841.55 是不是它 是不是同学们 到了之后呢 原IP10.1841.210 是不是还是它 但是目标IP呢 啊 目标IP看的 192 168 142.137 这是谁啊 这是我们 外部集群的 这个包被扔出去之后处理完了回来 第三步 原IP 192 168 142.137 目标地址 10.18.41.210 这个包看似可以转出去 知道吗 就刚才我为什么停了一下 我问你能不能转出去 这个包能不能到终点 能不能 绝对能 我告诉你 可是问题是回不来 所以要被再换一次 换什么呢 原IP 10.18.41.55 注意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换掉了 对吧 目标IP是10.18.41.20 好 这就是 我们一会儿做时间的一个环境 我有呢 四台机器 第一台 第二台 第三台 和 第四台 听懂了吗 我有两层网络 这是一个网络 然后呢 这是 另外一个网络 这是一个网段 懂吗 这是另外一个网络 怎么实现这个呢 在VMV上 我们可以通过VMNet 知道吗 来实现 这个图不知道大家看懂吗 首先有几台机器 一台 两台 三台 三台和 四台 OK 能看懂吗 好 这个客户端啊 就这个机器呗 是不是 它的IP 10.18.41.210 这是不是同样的IP 但是我上次做实验的时候 换成18的 47.188 这是别的班呢 咱们班 机器对吧 比较131行不行 这可不可以 试一台正常的机器 可以不可以 它只要试一台正常的机器就可以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让它接了VMNet0 知道VMNet0是一个什么样的网络 这是我们带平时使用虚拟机的时候 经常使用的桥接模式 就叫VMNet0 知道了吧 就是这个机器接真网 OK 接真实网络 或者你在那选VMNet0 意思也是一样的 懂了意思吗 到底要说什么吗 这个桥接一样的 跟桥接一样的 这说的一件事情 两种说法 好 LVS呢 有一个接口 要么得跟用户通信 那我是不是找另外一台机器啊 比如说 我这里是不是有四台机器 这台做我们的用户行不行 这台做我们的LVS行不行 好 LVS要有两块网卡 第一块网卡 来接VMNet0 假如说要领三好吧 假如说要领三 请问他俩能不能通信 他俩能不能通信 因为他们俩就像两个机器 插在了一个交换机上 是不是 好 这个实验讲到这儿 太简单了 但是这个实验最难的地方在这里 下面一步 你这个机器怎么把 怎么把 这个网络隔开 再插个网卡 好 再多个网卡 只是多了个接口 怎么实现呢 虚拟机有很多VMNet VMNet123456789 1112131415 他们像什么呢 除了零啊 他们都像一台 一台独立的交换机一样 他们都像一台一台 独立的交换机一样 他们像一台独立的交换机一样 每个都是一个局域网 如果两个机器使用了 同一个虚拟VMNet 比方说我们两个机器 都用VMNet3 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效果 这两个机器能互通 跟别人 谁都不通 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这是个逻辑关系 是个虚拟出来的东西 知道吧 是个虚拟出来的东西 好 我怎么实现 另一个网络呢 我让LVS 多出一块网卡 使用VMNet2 我让Web1 自己的网卡 也接VMNet1 他们俩就像真正的 用线穿在了一起一样 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这点要慢慢的理解 你要不理解 你要说 我再讲一遍都没问题 你要这儿不理解 后面的时间 你更不理解 好 我讲完了 然后我问问同学们 问同学们 我早点要问问 我问一下 贾振 我想个问题 我问你 你知道一台虚拟机 接VMNet0是什么意思吗 让这个虚拟机 有真实网络通信 让它桥接 对吧 这是VMNet0 对不对 好请坐 其实VMNet0 也是一个虚拟交换机 只是它在配置的时候呢 它把真实网卡配上去了 懂吗 它也是被虚拟出来的 特长同学问一下 李嘉庆 请问VMNet2 VMNet2 跟VMNet0 有啥区别啊 我刚才用了明确的词来描述它 跟其他的网站隔离了 是吧 请坐啊 VMNet2 包括三四五六七 你知道吧 它们都是独立的 虚拟交换机设备 谁要是接在这上面 就像插在一个独立交换机一样 知道吧 你单独抱了个机器过来 它插着个线上去 那么同学们知道 怎么实现一台机器 有两个网卡吗 知道怎么实现吗 我先把第一个机器启动 它肯定是桥接嘛 对吧 第二机器 怎么实现两个网卡呢 编辑虚拟机设置 在你的KVM里面也有 添加什么呢 网络适配器 下一步 他问你是桥接NAT 还是自主网络 我选自主网络 知道吧 我图上写了这几啊 我图上是不是写二啊 还有几二 可为什么没有二呢 是因为啊 虚拟机 有的它加了 有的没加 你可以通过顶部的菜单 虚拟网络适配器 在这里增加这些虚拟交换机 添加网络 确定 其实你看这儿哈 给你们看一件事情 这有几个网卡 看着 几个网卡 告诉我 五个是吧 看着啊 刚才几个网卡 刚才是不是五个网卡 我是不是添加了个二和三 然后是不是多了两个网卡 分别叫VM Ware Network Adapter 适配器 虚拟网络 三号 看见没有 看见了吧 然后 你点完确定之后 你的 虚拟机就能够识别 这么一个虚拟网络了 看见了没有 好 那这个时候啊 这台机器 这台Senter OS7 一旦启动了 假如说这是R710 好吧 它的屁股后面就有两个网卡 一个网卡呢 接了我们的真实网络交换机 就教室的机器 知道吗 跟我的真机的电脑 跟大家连在一起了 但是另外一块网卡呢 擦到了一个不知名的交换机上 叫VMD2 知道吗 那么这块网卡 接到这个交换机上 跟谁通信啊 跟谁都通不了信 除非 别人也擦在上面 除非再打过机器 也擦到VMD2 那么他俩之间就怎么样啊 就通过这两个网卡 通过这个VMD2 就实现了通信 这种设计目的 就是为了工程师 将复杂的网络 模拟出来的方法 听得懂吗 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不知道 来 再说哈 有些人不知道 说得好 我提倡你们给我提问题 我说过没有 好 同学问你啊 现在给你四台电脑 你 你会不会 把他们 通过网线 交换机 两两的互联互通 他们俩就要打CS 打红警 打兜体组联机的 你怎么办 你们现在学的学科技术 应该告诉你们 是不是找个什么破交换机 啊 是不是找俩交换机 啊 找两根网线 啊 配上IP 他俩是不是通了 我问你们 通了没有 通了 说话通了没有 通了 这是A 这是B 我刚才说话 你们还没自己听 我说四台机器 隔开 隔成两个网络 怎么办啊 你再拿个交换机过来 啊 你再拿交换机 你再拿两根线 穿在这个交换机上 需要我去机房 抱这些设备过来吗 听得懂吗 这懂是不是 这懂 那你刚才那个道理 就非常容易懂 现在环境不是这么两个人打四人打游戏 我说 得有一个人呀 他在中间调和 有一个人 既接了一个网络 又接了另外一个网络 这个人是个路由器 一会儿我要拿他做LVS NVT实验 我要他实现 集群架构的工作形式 你怎么实现一个机器 接两个网络 这个道理太简单了 你这样一想不就完了吗 不特别 不特别 不能这样话 不特别 这不是搞定了吗 我说有一个设备 它必须要分别连接两个网络 我为了实现设计 首先我得要两个隔离网络 这两个网络不能通 这是必须的 然后呢 为了证明这两个网络隔离开了 我分别找两个人 连上去了 我问你A和D通信吗 A和D能通信不能通信 根本不能 他俩差俩交换机上 这两个交换机之间一点联系都没有 怎么通信啊 你老是谁 我教你配了吗 我教你做了吗 我教你 你会做吗 你是不会做 但是你从图形上第一感觉就是 他俩可以通啊 通过谁啊 这不就是我讲的内容吗 这不就是我正在讲的内容吗 LVS这个设备 要接两个网卡 一块接VMNET 0 一块接VMNET 2 为什么要这样接呢 这样一接就分开了 他就连接了 就跨越了两个网络 他只要一启动功能 实现了通信 就实现了LVS LVS的特效 明白了吗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不懂的 非得我一个个问 来来 群里边匿名开了没有 群里边匿名开了没有 开了 开了是吧 好 你们能不能发KQ现在 能不能发KQ 不能倒霉 别发了 能发的 我再群里边问你个问题 LVS NAT 网络架构 通过VM来实现 原理是否理解 就这么做 我告诉你 就成了 但很多人不知道 这么做怎么回事 怎么成的 你要能发信息 你就发 你要听懂了 你知道理解 你就写理解 你要不理解 你就发个不理解 现在开始 不是你理解 你怕毛线 你还匿名 你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你们不知道老师在干什么吗 老师那良苦的用心容易吗 你听听到 问你们个问题 没有人发了啊 没有人发了 我认为全部人 所有的人都已经发表意见了 我没有办法在一个下就问了 我没有办法这样做 时间不允许 剩下的团也不允许我这样 我直接倒着也不允许我这样 说 没有人发了 没有人发了 就是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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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于有两个 两个网卡 一个网卡是 101.0.0 104.0 就是用来跟外部的网络 就是用来连接的 然后另外 它还有一个网卡 是用NIT 100M NIT2 它那个是 它在一个 100M NIT交换机上 所以才能有那个地址 然后另外的一个服务器也是它在这个交换机上 也有相当的这个直网的一个地址 所以他们之间才能进行联系 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这个意思 表达了非常清楚很专业 请坐哈 我们的网络通信当初为什么讲那么三天 为什么告诉你互联网通信需要七层模型 它是由每一层分开来实现的 首先得用物理层连接 数据任务层交换 IP地址进行连通 是不是 白跟你说了 那什么叫物理层 物理层指线线接口 物理传输介绍 没介 这叫物理层 他们没这样连了吗 没这样连了没有现在 我这样的设计 他们在物理层上连起来没有 不管A和C还是C和D连了没有 有没有交换机 我刚才说有没有交换机 有吧 配IP了没有 那剩下是不是 你物理层数据任层都连好了 你是不是就差个网络层PIP了 好 我问你 互联网通信模型 七层模型下三层都实现了 能不能通 这两个基地能不能通信 这不是讲完了吗 他就能通信 我告诉你 这是个国际原理 哪怕走出国门 走到美国 也是这个设计原理 那走到印度 那走到巴西 也是这样 这是国际通信协议 懂吗 不要因为语言啊 或者什么 符号不同 原理全都是这样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全球互联 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机制 你觉得我们能互联吗 你的接口圆的 我接口方的 能插一块吗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听懂了没有 好 那么 在这样的一个配置下面 所以这里是难点 知道吗 我会反复的问 反复的问 因为很多人在这趴这 懂吗 我狂是你趴这 好 为了实现这种网络 隔离的架构 所以第二台设备呢 它需要启动 几块网卡 告诉我 一块连谁啊 不是真实 这其实是我们虚拟出来的 对吗 懂吗 我跟你说 今天这个实验 VMNET 3 VMNET 3 VMNET 4 VMNET 4 VMNET 4 可不可以 VMNET 6 VMNET 6 VMNET 7 VMNET 7 VMNET 7 行不行 完全可以 明白吗 我只是借了零 核心的部分 就是它俩的隔离开 这是必须的 如果你真的有三台机器 四台机器 你抱过来 找俩交换机 知道吧 找五根网线 找五根网线 啊 四 你个数学体育老师教了吗 啊 四根 四根 啊 你四根 几根 几根网线 确定不确定 五根网线 确定不确定 五根网线 确定不确定 确定 这玩客户机嘛 是代理嘛 是俩网站嘛 对不对 客户机跟代理是 之间的 是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 是连通的 代理跟啥网站 是连通的 是不是 你们就差 我跟你说 出去当民工 我告诉你 拿着钱子拿着线子 要搂一天 你就明白了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哎 下课了 那啥 那个 消息一会 它的 不仅 有 有 又 有 有 有 没